先是前紐約州長副幕僚長孫文被捕 緊接著他也遭殃 比孫文位接更高的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黃平 如今被紐約州長針對 公開表明要把他驅逐回中國 震撼全球 原因就是紐約州長經歷了孫文事件 深感被背叛要找人開刀 不過為了防止已經惡化的美中關係更加冰凍 美國國務院稍後微晚緩加稱黃平是任期到期後離任 但無論怎麼圓都難以掩蓋類似事件層出不窮 中共派出的打手遍布全美養奉英違 光孫文一按就透露迹象 而在要求居住黃平的前一天 《華盛頓郵報》發表調查報導 揭露中共外交官及親共團體涉嫌在去年11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舊金山期間 組織暴力行動 打壓示威者 至少有四名中國外交官參與跨境鎮壓模式 甚至蔓延全球 還有多少人躲在黑暗角落伺機而動 恐怕不得而知 閃新聞有華盛頓報導